射手座下周运势 2月5日到11日 事与运势 下周的天象 会对射手座的事业 产生一些重要影响 水星进入水瓶座 并与明郎星的河香 会带来一些深入思考和洞察力的机会 这是一个适合你进行策划和重组的时期 同时 太阳与天王星的四分 也带来一些依赖的机遇和突破 时机适合你勇于追求自己的目标和发展新领域 财务方面 下周的天象 会给射手座的财运带来一些积极的能量 金星与天王星的三分 会带来一些增长和突破的机会 这是一个适合你在投资和财务领域 寻求新机会的时期 然而 保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爱情运势 射手座的爱情运势 在下周会有一些积极的变化 金星与天王星的三分 会带来一些鲜鲜感和激情的能量 这是一个适合你与伴侣 共享浪漫时刻和探索新奇的时期 然而 火星与海昂星的六分 带来一些情感上的挑战 需要你保持沟通和理解 单身的射手座有机会迎来相亲的机会 但你可能不太满意 健康运势 对于射手座的健康运势 下周的天象没有直接的明显影响 然而 水星的四分目星会激发你对健康和身体状况的关注 请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注重饮食和适度的运动 以维持身心的平衡 我是静电鱼 关注我 每天都有好运气